你绝对想不到 马蹄 海底烟 西柚 山竹 香瓜 这些水果竟然能做成罐头 卡丘莎香瓜罐头 这是一个身为东北人的 我都没有吃过的罐头 还叫卡丘莎 真的想象不到 好多人的香瓜还能做成罐头 闻起来好酷啊 它真的是香瓜 怎么样 看起来有食欲吗 吃起来酸酸甜甜的 有点像俄罗斯的酸黄罐 这个罐头汤超级好喝 爱吃酸的小伙伴们可以尝试一下 吃完的罐头瓶不要扔 你还可以像教导主任一样 拿它来装水喝 马蹄罐头 这算是一个北方人 我第一次知道 马蹄原来是一种水果 但我一直以为 马蹄就是马的蹄子 让我看看 马蹄这个水果究竟是什么样子 看起来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嘛 跟梨子差不多 味道酸酸甜甜 口感清脆 而且完全不用担心长胖 山竹罐头 想必大家一定都吃过山竹 真是又贵又难包 你要没点智商的话 弄得满手都是苦呗 正好我来检测一下你们的智商 这三个人都想吃最甜的梨 你知道哪个梨最甜吗 这下来什么都没吃 我怎么知道 是本身的梨甜吗 小伙伴你们知道吗 虽然山竹那么难拔 但是我发现有山竹罐头 做什么呀 你想不到吧 哇 满满的都是果肉 跟大蒜瓣似的 想不想来一口 这太好吃了 特别好吃了 好吃还不贵 再也不用担心巴山竹挫支架 海底椰罐头 有没有像我的哥伟一样 超级爱吃椰子 椰子味全系列都不放过 我居然才发现 这原来是太过惨的 不管了 我已经迫不及待了 一打开又是浓浓的椰子味 看见金融剃透的鱼肉 谁能不爱呢 一咬咬吱咬吱的 清爽不甜腻 觉得给它楼尝一下 味道会更好 喜有罐头 这个世界太疯狂了 又是居然都能做罐头 我愿意称它为 今天最奇葩的罐头 你们觉得呢 这满满的颗粒 太有食欲了 而且扑鼻而来的柚子味 满满的果肉 吃起来超幸福 这哪里是罐头 这简直就是饮料啊 这还拿什么叉子呀 今天就上吸管啊 放心 我这里面没有长零花钱 这一大罐 跟我绷得喝一天的了 万万没有想到 看这奇葩的水果罐头 实际上这么好吃 想不想来尝一尝 我愿意称它